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随着中国下调存款储备金率1%的经济政策后 市场出现套利活动 特别是有弃股 造成马股闭市时爆1854.77点 下跌了8.03点 不过有分析员认为 马股下跌只是暂时性的调整 依然看好马股会维持上升的趋势 另外在外汇市场中 马币令吉走强 截至下午5点 马币对美元爆3.6亿50令吉 来看今天的交易统计 外资卖出了3124万令吉的股票 相反的本地机构和散户 则买近3113万和11万令吉 接下来我们有企业另外的单元 首先是大马交易所在延伸产品交易 以及其他业务带动下 截至2015年3月31号为止 第一季的经历从前期的 4514万8000令吉增加了4.22% 爆4705万5000令吉 第一季的营业额大约1亿2709万令吉 增加了3.19% 该公司发文告指出 今年第一季的股票交易 由机构投资者所主导 在通过持续的接触 以及从近期外资 净流入等的迹象来看 预期外资和散户的参与度 将会更加的积极 接着是海滨城市 以1亿5600万令吉 向巴哈亚汪萨公司 收购若佛新山3块 共67.5英亩的地段 海滨城市在文告中表示 在该公司计划在该地段 进行驻载和电污发展计划 发展成本约4亿8000万令吉 和发展价值为6亿2900万令吉 最后是沿海工程 获得一项合约 以810700万令吉 销售一架直升式的赚景平台 沿海工程在文告中表示 该赚景平台 是卖给一家知名石油公司 预计在2015年第三季交货 该集团目前的订单 约32亿6000万令吉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